一定要建一個那個新的專案 我又重新建一個新的專案 那流程在雲端百版上面都有 應該還記得建專案的流程 我大概就是建一就是新new一個 所以你如果那個專案沒有存好檔 你就重新建一個next 然後又給他名稱 這個地方的話3.6 這個其他就把它改 按finish之後的話 假設我這邊有建一個logic project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你再去按右鍵 怎麼樣 new一個在那個jungle這邊 有一個create的一個application 那名稱也許我們叫什麼myapp 你就把那個myapp按ok 那你告訴他說在setting裡面 告訴他說我又增加了一個myapp 這邊要增加這一行敘述 告訴他說我已經增加了 這樣子的話基本上 我們這個部分就基本上就完工 你就可以再做那個上個禮拜的相關練習 包含什麼呢 包含那個我們的 第一個練習就是 什麼呢 edge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計算那個年齡部分 那我有做了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 edge部分 那我把結果給各位看 第一個基本上這樣的 我們就edge 然後你就傳什麼 傳我記得好像是傳20好了 比如說我這樣子 就是傳第一個 這個是他的view 第一個view 就是這個view的話 後面接到這個年齡 然後最後突出一個什麼 按enter之後的話 突出一個他到底是幾歲 後面好像我是用看一下 edge 我是用那個edge in edge in 我看一下這邊edge 是不是用第二個 H2 H2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個有時候要確定一下 那我們怎麼確定說哪個網址傳什麼 你可以透過UR 有沒有 URS 這邊其實就會告訴我們一些訊息了 所以有些東西 假如你忘記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到這邊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參數太多 太多種了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edge 這邊有了 沒有錯 它實際上是 這個地方打edge 但是後面的話我是用什麼 用一個name 等於edge 如果用name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 用什麼 ul 就是我們剛剛講 表單的方法 方法1的方法 所以edge是方法1 所以我剛剛如果填錯訊息的話 那我改一下 OK 那怎麼改呢 特別需要 這邊記得就是一個問號 OK 就剛剛講的 然後再傳一個 那個什麼呢 參數 參數名稱的話 叫什麼呢 如果參數名稱 你不知道的話 那你可以 應該我記得是edge in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切到那個views裡面看 views在這邊 OK 那我們基本上一定會寫一個 網址上面有個edge 然後views裡面也會有一支程式 對應到它 它request過來 後面就有一個什麼 request.get 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我叫edge in OK 所以這個規則有時候 你可能要自己另外再把它寫下來 不然有時候 上個禮拜 即便打過 你可能都忘記了 OK 所以這個其實很 但是你觀念要清楚 反正忘記沒有關係 回去查就好了 回頭查 你要查得到 不然的話 你這個會很容易混亂的 即便你剛寫完 你還是會忘記 OK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所以我就打一個edge 底線印 等於 OK 傳一個幾歲呢 傳30歲好了 類似像這樣 這個可能要特別練習一下 要熟悉一下 因為打錯的話 你永遠會看到黃色畫面 所以我常常晃了一下 大家結果都是黃色的 因為你可能很容易打錯啦 所以enter一下看一下 是我們要的 沒錯 您輸入的年齡30歲 所以它會把怎麼呢 edge in 的參數 搬到這邊來 並且呢 產生一個edge out 結果輸出到這裡 所以其實會有兩個參數 產生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所以這個是方法一 那應該盡量熟悉 怎麼 除了要怎麼寫完之外 要知道怎麼去操作 OK 不然測試會有 第二個就是我們edge 2 edge 2的話其實就是方法2 edge 2的話其實就是edge 2 我印象中是後面這邊直接傳幾歲 比如說傳65歲 然後這個斜線好像可有可無 沒有好像沒關係 不過我們打一下好了 OK enter 它應該會怎麼樣 會接收到 接收的方式的話就是 這個是request 這個是我們傳進去的edge A 我記得好像 enter一下 看一下 它這邊也是一個錯誤 好沒關係 再看一下 所以edge 2如果還錯 沒關係 一樣切到URL看一下 我們edge 2到底是什麼呢 OK 所以 edge 2好像我也把它改過了 所以在edge 2 這邊應該已經有一個name 所以這個好像我後來把它動過 好沒關係 我把它改回方法2 方法2的話就傳遞這個過來 傳給edge 2 那edge 2的話呢 我切過來看一下edge 2 可能我edge 2好像也是把它改成這樣子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把這個註解掉 如果要把它改成之前的方法的話 就是豆點 這邊再加個A好了 比如說我後面傳了一個年齡 這是edge 2 年齡 那傳過來之後的話 當然要有接的地方 接的地方的話 那我就用 這邊不是透過request get 而是透過那個網址上面給我的訊息 我就丟給他 然後他丟給edge in 再去做判斷 判斷完之後的話 那我再看要轉換到那個 一個網頁 也好 因為這個我們上個禮拜有講過 再轉給這個edge.html 按右鍵 把它open with 用test edit 就是用那個編輯器 這邊就有讀取到我們傳過來的什麼呢 這個裡面的edge in 跟它的edge out ok 那這樣如果我判斷完之後 再丟給這個網頁顯示 應該就沒有錯 把它save一下好了 理論上呢 可能上個禮拜 最後是有把它稍微改動一下 所以應該會有一些錯誤 再來的話 其他程式裡面 edge in 其他地方的話 int過來 這個 這個地方 這裡 對 所以特別注意 當然 ok 所以 果然 那個 髮眼就不一樣 自身 所以 常在寫就有差 特別是說 真的是不是 我們把它delete看一下 真的喔 所以我一直強調什麼一點呢 最後把它save 就是那個 馬上ok了 所以 python裡面 非常重視縮排 你縮排位置不對也不行 還有你多一個空白也不行 ok 果然回去有練習 當然就不一樣了 有練習 真的馬上看出來 ok 好 所以 這種東西真的是要練習 這種東西其實 你回去沒有 你來上三個小時課 你回去沒有花對等 你至少三個小時還不見得可以練熟 ok 你看 連那個 那個季祥都搖頭了 對不對 他已經是學了很多期了 而且他自己本身還是有在寫程式 都已經搖頭了 所以 其他同學可能 好 所以這裡喔 你看一個空 你看一個空白 這個就可以造成這個錯誤 你可能有人撞牆可能 撞在久還是撞不出來 而且 可能再去看那個我 放在網頁上的 程式 比對 再怎麼比也比不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縮牌跟空白 ok 其實都是關鍵 我們把它Save之後 再把它Run一下 是不是符合我們要的 比如說我今天沒什麼動 Enter一下 再來的話 他會跟我講說 Type TypeL的話 表示說呢 我這邊 形態是有錯誤的 然後他會跟我講說 是哪一個地方的形態有問題 這邊有個A 也就是傳過來的這個A 它的形態 Type 資料形態有錯誤 這還有哪個地方 INT過來 它是一個 A過來 形態 哪裡有錯呢 丟過來的話 一定是個字串 可是我已經轉型了 轉數字 轉出去 轉出去 看一下 你說這個 這裡面 不應該 對這裡面 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Edge這一個 Edge In Edge Out 那裡面的話呢 它要是 是一個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 輸出的話 我記得上幾半還沒轉 是不是 確認一下 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網址後面 如果要斜線 多一個接收的參數 URL這邊也要給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是給什麼 把這個拿來 複製一下 給他一下 看要不要加一個 前號 前號 不加其實也可以 加也可以 OK 儲存一下 應該是這個地方 漏了這個 OK 試一下 所以 這有時候 蠻花時間的 差一個步驟 它就是出錯 所以 丟過來 其實丟過來 給一個 INT好像OK INT它也可以接 反正它就是把它顯示出來 是撞連 這個地方其實是 丟到一個新的網頁 讓它秀出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很多細節 每個地方 差一個步驟 都不行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延伸出去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剛剛的部分 假如說 從這邊去下指令 其實不太合理 比如說我這邊 有沒有Edge 剛剛方法一 要Edge In 這樣子直接輸入 雖然它也可以有個結果 可是還是不方便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改一個 就是把它用表單的方式 那我這邊有多增加了一個 Edge Form 表單 可以透過什麼呢 在方法一一輸入年齡之前面 增加一個這個表單 讓使用者不用再到上面 Key任何東西 你直接輸入年齡 比如說60歲好了 按送出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丟給Edge 並且 丟Edge In 顯示出結果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要怎麼做 我想就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講的部分 稍微再把它做一下 然後呢 至少 能夠 第一個 那個專案部分 先建一下 如果你上個禮拜那個專案沒有建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的三支一 去建一個新的專案 那流程上面都有啦 反正你就 按照那個 我們三支一 那個地方 先建一個新的 叫Logic專案 然後再來就是 方法一方法二也要OK了 再來我們就是方法三 就表單 表單其實又稍微更困難一些些 因為它要在方法一的前面 多弄一個表單 給使用者可以去傳遞一些參數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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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